这是同竹小朋友的手额 或者叫做BB额 圈口比较小 43.8mm 正圈 这个是腹额 里面是平的 而外面是圆的 跟一般圆条额有点不同 这种平安额 如果大人额来说 其实会比较受欢迎 多人喜欢这种额多过 就带圆条额 因为圆条额 带上手感觉会比较硬 而这种就比较贴手 就没那么硬手 但如果小朋友额或者BB额 这种平安额 里面是平的 是比较少见的 通常BB额 或者小朋友额 都是以圆条额为主 这种种水 通常一般小朋友的额 的种水不会特别漂亮 因为 如果这种料是漂亮的话 通常师傅很少会拿去 开小朋友额 因为他们会认为 这样很浪费 因为他们情愿开一只大人的额 起码可以埋得比较高价 他们不会特别开小朋友的额 所以一般 市面上的小朋友额 种水、肉质 相对比较普通 这种种水 是豆种 带一点青 豆青 有点飘绿 就不多 如果想找一只冰种的小朋友额 真的要找那些很少很少有 当然我都买过的 特别帮客人找的 但是要点时间 因为不多的 极少有 这种 不过不失 给小朋友带一下 一般送给小朋友 当然 要买一只真 真肉 没有理由不买一只假肉 因为假肉 会对皮肤 或者健康有伤害 第一一定是要真 第二 就不会说太多瑕疵 比如有裂 如果有裂 当然也都不好 这一只是完美的 没有裂 还有小朋友 都会大得快 所以其实 一般都不会说 买些太名贵的 小朋友额 给小朋友带 亦都预计了他们可能会碰碰撞撞 有时会撞花 甚至撞蓝 都不顶 所以一般都是买 这些 千位数的 小朋友额 给小朋友 这只亦都可以考虑一下 别忘了 点火 说 通常 订阅 感谢观看